哈囉 跟大家拜個晚年 其實呢今天是大年初五 在過年前我們就打算 為了我們大寶小寶 還有為了我們自己 我們準備要去做健檢囉 因為我50歲以上嘛 所以每一年我都有免費的一次抽血的全身檢查 大型的全身健檢 我大概是兩年一次 我其實應該是五年沒有做了 前面想自然備孕加上後面做試管 現在寶寶差不多是一歲半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能再拖了 尤其是我現在復刻的狀況 又跟還沒有懷孕前 其實又有點不一樣 之前我重感冒嘛 真的超過一個月 沒有症狀的 但是就覺得好像有傷到 我也要去做那個肺部的CT檢查 我爸爸是心肌梗塞過世的 媽媽在2018年的時候也發生心肌梗塞 那麼瘦的一個人 所以真的很驚訝 我會一次做心血管的攝影 一次做腦部血管的攝影 看看血管有沒有阻塞 你們有需要的話 我都會建議啦 至少每兩年都要健檢一次 如果身體有一點狀況 可能每一年都比較好 那我們有 年前其實就收到了 核心醫療就寄來 像我們今天開始 等於健檢前兩天了嘛 對 那我們要做低渣飲食 它其實說明都非常的完善 只到明天 健檢前一天就是要吃健檢的食物了 這一次的代餐包啊 午餐是馬鈴薯燉雞肉 晚餐是雞肉蛋粥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很好吃的 所以我相信這一包應該是很好吃 你都要做健檢了 你還管那個代餐包好不好吃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你要餓一天耶 克力淨鮭魚粥 所謂的克力淨應該就是要 希望你拉得乾淨 對 然後這是寶可忌 清場忌 一點中心細不細心 就從它把你準備的東西跟資料 還有關心的密切度 都很有關 今天我們還要出去帶寶寶去外面走一走 晒晒太陽 有的 我也要準備喔 你準備什麼 賢妻良母 我已經準備了 我們今天不會一天都吃吐司吧 四片白吐司 你女兒想吃的時候也可以 一舉數的 這三天我們就還是要乖一點 因為我們真的很希望 照出來的狀態是很乾淨的 所以可以完完全全看到長壁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這個了 OK 出發 發 對 給點點寶寶來看表姐的班 欸 姐姐在煮咖啡啊 拜拜 姐姐 來看姐姐是嗎 拜拜 好可愛 好可愛 姐姐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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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她來四四南村 我2006年 玩笑Pasta就在這邊拍的啊 寶寶超可愛 超可愛的 然後她一直拿著我的白吐司 讓我們去找寶寶 四四南村真的超舒服的 非常幸福 我一直拿寶寶的白吐司 以後跟媽媽來這邊看音樂劇好不好 好 一 二 一 一 四 四 一 耶 一 一 二 耶 耶 耶 媽媽下個月就要來看音樂劇 有沒有說LPC C C OK 哈哈 這個是健檢的前一天 那我們今天呢 三餐都要吃 帶餐包 來看看我的午餐 馬鈴薯燉肉 加 蛋粥 早上我覺得吃那還不錯吃 早上你吃的是雞肉蛋粥 然後我早上吃鮭魚 很好吃 今天是無渣飲食 所以說帶餐包以外 其他我們只能喝水 你吃到這個你真的覺得你上天堂 帶餐如果不OK的話 其實整天好痛苦 堅持不下來 就會覺得我自己花那麼多錢 到底是要活手 十個一定要堅持下來啦 其實那堅持過著很痛苦啦 我要享用我的美食了 我要去了 所以核心的帶餐包OK 正點 很好 我們在蛋粥有顆錫肉 來吸氣 接住喔 另外肝臟這裡有一個比較亮的結節 也是可以先追蹤 這個叫做脂肪肝指標 0.62以下就有增值 我現在剛做完腸胃鏡 全身有點冷 我的部分是發現有兩顆錫肉 然後他有幫我做切片了 還有油門感菌 報告他明天才會出來 現在頭還有一點點暈暈的 第一個是骨礦質 就是我們骨頭裡面礦物質的量 那這個的話 看起來就是稍微低一些些 多攝取一些涵蓋量高的食物 鮮奶啊 油肉油的 斑豆腐 這邊是他們的用餐環境 挺棒的 很乾淨 很舒適 這個是他們準備的餐點 海骨湯 來飯 現在真的太餓太餓了 先用餐啊 不得你們啦 那其實我們在這優美的旁邊 可以看到一些黏膜 有一點點黃黃莊莊的樣子 這個就是有點輕微胃炎 以前胃部有可能有一些 受傷留下來的一個痕跡 我有時候然會癢過 平常是除血的 然後要拓壞一些老舊血球 把那個原料再從裡面吸收 那平常吞咽方面 或突然有喉嚨卡卡的現象 不然 現在是下午2點 我終於可以吃東西跟喝東西了 密成的結果呢 就是我胃跟長度有食肉 所以我這三天還是要繼續吃夾飲食 來看一下我的菜色 應該是雞肉吧 蝦鹽蛋 然後這個魚皮 不能吃 但是我可以煮肉 核心醫療 它的規模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哪一整棟 然後很多的科都有 我遇到了 復科的醫生 乳房的醫生 橄欄腸胃科的醫生 如果你去一般的醫院 你做很多的檢查 可能要盤多不同的排程 但是你在核心就可以一次解決 非常好 因為其實一直跑醫院也是非常折騰的 我覺得他們的硬體也好 雖然我光乳房 就拍了乳房攝影 乳房超音波拍了2D跟3D 核心呢最有名的就是 愛馬仕的絲巾 全部都是 這邊這邊 也都是 然後這邊也是非常的亮 很舒服的 你不會覺得說我好像到了醫院 然後人幾人 很不舒服這樣子 那是偏暴暴還很傻 男醫師您好 我跟妳解釋一下今天檢查的部分 等一下完 我做一個簡單的身體評估 那我們初步先看中間是脊椎 有一點歪歪的 平常 抱小孩 姿勢稍微再注意 這裡是我們口腔 進來到我們的十大 一路往下 這邊都沒有問題 嗨 我們做健檢回家了 爸爸媽媽因為你媽媽去做健康檢查 媽媽想要陪你很久 爸爸 你不要我爸 像那什麼臉呢 你不要我爸 我今天去也是重新又感受一下 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還有對於健康這件事情的敏感 平常生活還是太舒服 對啊 真的很多地方我們都要注意 飲食運動還有作息 對 講得很簡單 但是說真的 你每一天要注意很不容易 我們家寶寶到底在幹嘛 他一直在往我們的腳架 媽媽放這邊好不好 想分享一下我今天在核心做的心得 我覺得蠻好的 護士們 醫生們也非常的有耐心 以我們做過好多家的健點中心醫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舒服的很體貼的一家健檢中心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 怎麼講 就是說你過了30歲吧 過了40歲 過了50歲 在中年的這個階段 大家真的要更注意自己的健康 這一次 全全也去做啦 他21歲 可是我覺得也應該要提早掌握一下自己身體狀況 他做一些最基本的那種套餐嘛 對啊 抽血啦 看一下身體的狀況啊 就像我今天去 也有好多以前健檢出來的原本的小貓部 有發現 喔它沒有變化 那就比較是好事吧 但是 還是有一些比方紅字的部分 就會比較擔心 我也是啊 所以我下禮拜還是會回診 我覺得健檢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比較吃力的應該就是 吃瀉藥吧 我又做了那個 心血管的攝影 所以我又不能喝水 又不能吃東西 我從早上7點到下午3點 他喝第一口水 然後從昨天晚上6點到今天下午3點 他終於吃第一口東西 我們兩個都有一點虛弱就是啊 餓太久了 真的 餓太久了 這是真實的狀況啊 對 大家都要注意健康 讓健檢變成習慣吧 變成一種你布丁的計畫吧 抱抱 媽媽最後想抱抱你耶 媽媽一回來就是想抱你 人家不想跟你抱耶 Oh my God 平常你就是那麼需要我抱 現在不讓媽媽抱 糟了糟了 派妮祈禱了嗎 是嗎 我不要 我不要 好那你玩 反正你開始喜歡玩貼紙了 他每天還是各種可愛耶 怎麼辦 寶貝寶貝 寶貝寶貝 寶貝寶貝的朋友 Emily 對嗎 有 對朋友 你以後上幼兒園也有自己的朋友喔 有 那你有朋友不要忘記爸爸媽媽好不好 請了 馬上請了 對啊 最後這一招 爸爸你來給媽媽抱嘛 不要 不要啊 爸爸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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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那你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就說我們會健康 Go 幸福 福 快樂 又 一輩子 對 謝謝大家 對啊 好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好厲害 他什麼都會講耶 追尾巴那個字 對啊 好強喔 啊 你把他的什麼 你把他的Sport了 過了一個禮拜我又來核心了 其實我在來之前我已經看到了報告了 因為核心有這個核心醫療的APP 比如說超音波影像 內科影像 醫學影像 乳房影像 全部都在裡面了 點進去 其實裡面的結果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還是要來看一下醫生看醫生怎麼說 其實我還可以用這個去預約掛號 你也可以去看你自己已經約好的 比如說我今天就是約好了 今天早上的紅醫師的門診 因為現在都還是預防醫學的晚年 可以透過健檢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尤其是有兒有女 就更覺得說自己必須要定期的 都要來做健檢 如果都沒有發生問題 你就覺得非常非常不好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就勇敢的去面對跟檢訣 在核心健檢的過程 還有今天又再度回來這個地方 我都覺得是非常的舒服 安心而且很專業的 希望我待會醫生的結論是 我沒有事情啊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